谁能相信,我居然跟女鬼求婚了 这一切都起源于一场直播和一个传说 我叫方宁,是一个小主播 为了博取粉丝和流量 我请了专业团队来到了一片叫公主坟的坟地进行直播 导演王胖子拿着手机 手机中正播放着提前上传的视频 传说公主坟是古代的短命王朝江朝公主的坟墓 每年的7月7日 在这公主坟附近都会有人能看到 穿红色婚服的女人在这坟头四周流浪 据说这一日是那位公主的近日 也是其阴气最重,回魂之欲 而今年的7月7日 我便会带领诸位一起到这公主坟度过一晚 届时,我会带领最专业的直播团队 同诸位观众们一同观看着历史性的一刻 女鬼是否真的存在 前朝公主是真是假 请各位今晚准时收听 随手打发点了 导演看着我说 方宁先生,宣传视频我们已经发布出去了 现在一天过去 这段视频的点击量已经超过百万 可谓是爆款了 做得不错 不愧是专业的团队 王导今天的直播就拜托你们了 一定要帮我策划好 是是是,方宁先生严重了 王导擦着汗,心里却嘀咕 要不是最近生意不景气 鬼才陪你来这荒郊野外 搞什么直播秀 一旁团队的工作人员也是在议论着 老大哪里找来的活 咱之前不是就拍拍低成本的短视频吗 谁知道呢 你别说,这周围感觉确实挺瘆人的 这时,一个工作人员跑到导演身边福尔说 导演 女演员说 这里太过慌僻 现在有点事 好像要晚点过来 导演一听就咋 他妈的 不过是个群演 他还摆上谱了 让他赶紧过来 可不能误了这次的直播 是是是 那必须的 导演随即大吼一声 按照计划 晚上十一点半 准时开拍 现在是七点半 还有四个小时 大家都快点 将各种东西准备好 我看着这波操作 果然是专业啊 嘿嘿 不枉我吃一千块巨资 找来的导演团队 只要能完成今天的直播 肯定能连本带里的转回来 不管这公主分是真是假 就这分为我随便发挥一下 各搜榜单还不是手到擒来 随即我便坐下对着导演说 我休息会儿 等开播前五分钟 麻烦喊我一声喊 没问题 您放心休息 我们的安排帮您满意 许久之后 导演又冒火了 怎么回事 还有十分钟就要开始了 女演员人呢 我一个小时前就在催了 可电话却一直打不通啊 他妈的 等我回去后一定要投诉他 导演一把把面前的人抓住 呆不及了 你快去把那件红色 婚纱换上 小伙一脸猛逼 我妈 可是 还没等他说出口 就被导演一脚踹飞 还泼泼妈妈的 救你了 快去 赶紧的 好好看看脚本 别给我漏下 小伙刚跑出去 就看到对面的山峰上 导演 你看坡上 那女演员好像来了 其他人也寻声望去 她什么时候过来的 还自备了衣服 那衣服看起来 可比咱准备的要贵多了 别发愣了 女演员已经就位 准备开拍 直播信号都连上了吗 是的 可以开始执行计划 随即 我帅气的戴上帽子 很好 那么 直播 开始 观众朋友大家好 随着直播的进入 赞务委 这边的服务 博主好帅 终于开始了 你的背景太假了 能不能证明一下 镜头切换到一堆坟营 我开始介绍到 这里就是公主坟 出生在海市的朋友 肯定都听过这里的传说 近几年世界各地的灵异事件 越来越多 而这里 光是目击女鬼的新闻 都已经超过武器 弹幕上 快点 给我整个活 太假了 鬼才信 我有点慌 博主小心呀 看着弹幕飞快地飞过 好像人气还不错 说不定这次真能赚到大钱了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 现在就开始探险 他的冤魂经久不散 每到七月七日的这一天 便会现身于世 诉说着自己的怨 正说着 一块石头砸过来 瞬间 直播弹幕也迅速飘出 摇捏 速速献出原形 退退退退 看着这如潮的弹幕 我举起大拇指 心里乐开了花 漂亮 一切顺利 因为这都是提前安排好的 接着就是按照 剧本接近于演员 然后让他入境 把剧情推向高潮 看着山坡的黑影 心想 果然是专业演员 这钱花的不愧 这个就叫专业 正当我得意的时候 一小伙急切地 跑到导演身后喊道 导演 导演 干什么 现在正是关键时候呢 导演看着直播间里 火了 这回真火了呀 直播间的人气 已经破百万了 连热度 都进入了排行榜前十 按照合约 礼物收益的百分之十 可是我们的 这下发达了 他已经在想象 香车沙滩比进尼了 可是 去去去 一边待着去 不想要工资了吗 这种时候还敢插话 导演迅速打断了小伙 一把推开他 各单位注意 马上就要到十二点了 方宁先生 现在准备朝着 女演员的方向靠近 女演员先按照脚本躲起来 旁边打光的小伙 听着嘴里嘟囔 还个单位呢 总共就四五个人 这么近 还用什么对讲机吗 刚刚被推开的小伙 觉得有点不对劲 导演 刚刚直接就开始了 女演员没来拿耳机啊 就在这时 忽然一阵大风笑刮来 惹得一众人不断抱怨 什么鬼天气 突然刮这么大的风 一小伙抬头 导演 他 他不见了 导演反手就老只 啪地砸在他脑袋上 废话 昨天 就把台本发他了 现在当然是躲起来了啊 然后拿起对讲器说道 方宁先生 演员已经准备就绪 现在 朝着山坡上走吧 我摸了摸脑袋 对着镜头说道 刚刚的那阵阴风 真是吓我一跳 本来不相信这些神鬼 但现在竟然有点害怕了 我现在甚至怀疑 这里会不会真的有 前朝公主的鬼魂存在 随后朝着那个山坡 走了上去 刚刚被爆打的小伙 又跑了过来 导演 导演 你听我说 导演也是气不太多 黄狗道 他也要门了 没见大家都在忙吗 有屁块放 赶紧的 只见小伙掏出手机 之前我们联系的女演员 给我打电话来了 他说刚刚睡着了 压根就没过来 导演看着手机里面的信息 喃喃道 没有过来 那山坡上的是谁 跟一个女鬼求婚了 给我却不自知 这是一个很难让人相信的事实 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因为一场直播 我叫方宁 是一个小主播 为了赚钱 我请了专业团队 来到了一片叫公主坟的坟地 进行直播 此刻的我 按照预定的剧本朝着山坡小步走去 山上的演员伴的女鬼忽然杀杀几下 瞬间就来到我的面前 我去 这女演员也太他妈专业了吧 我竟然完全没有感知到她 我颤颤地问道 你你到底是谁 导演看着这一幕 浑身冒着嘘汗 死命抓住旁边小伙衣领 咱请的女演员没来 那你告诉我 现在坡上的是谁 我哪知道啊 我早就想和你说了 可你 正在这时 摄像小哥看着屏幕 导 导 导演 你们快看 她的脚 导演一看 瞬间抱着摄像小哥惊叫 弹幕中也飘来一片字幕 卧槽 真的假的 主播真的遇到鬼了 你们看 那个女鬼的脚 在空中飘着呀 这绝对是场骗局 这主播是找了团队来演戏的吧 导演看着弹幕 难道说 我们真的遇鬼了 那高波之上的 真是传闻中的前朝公主 不对啊 鬼怎么可能被摄像机拍下来 那她是什么 某种魂体 还是外星生物 我望着前面的演员大叫 你不要过来啊 不要过来啊 心里却想 这导演这么专业的嘛 看着服装品质 还有染的这头白毛 简直绝了 看来这次找他们这个团队 真是赚大 下面就轮到我的表演了 我一个弹跳起身 拿出手电筒 对着女演员 扮得鬼就照了过去 我不怕你 小爷 我生在阳光里 活在春风中 区区鬼魂 根本无法接近我半分 粉丝们看着 在弹幕里也刷了起来 哈哈 对着女鬼 竟然还能摆出这么帅气的动作 这个主播 也太勇了吧 我就说嘛 这肯定就是台本 是主播在演戏 导演团队看着这边的情况 眼睛都直了 喂 她难道疯了吗 网友似乎发现不对劲了 弹幕里刷起来 喂 我怎么好像看到她的指甲 在逐渐伸长 我不玩了 我家柜子门动了 兄弟们 这个感觉不是特效能做出来的吧 导演抓起对讲机大喊 方宁先生 请立刻停止直播 慢慢退回来 我们恐怕是撞鬼了 这时 拿着平板的小伙说道 导演 刚刚前方突然出现了 诡异的电磁波动 我们的信号 似乎都被切断了 现在联系不上他们 后面一小伙诺诺开口 导 导 导演 本管他了 咱跑吧 突然又一阵狂风刮来 夹杂着闪色灯光 地上被刮出大大的多个 导演团队的人像处电班 全部归骨 饶饶 上前掐住我的脖子 上面的头巾掉落 一张绝美的脸 映入他的眼睛里 哇哦 这也太美了吧 当努力 妈妈 我恋爱了 这是女鬼 女鬼要是长这样 我宁愿让女鬼把我吸干 摄像师呢 拍得清楚一点 晚上给你加鸡退 她好漂亮啊 就算是一线的女明星 都不一定有她漂亮 而我则是一脸痛苦 喂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和剧本不太一样 她一个女孩 怎么力气这么大 我快不能呼吸了 此时弹幕里 喂喂喂 这是什么情况 这这这 这是货真价实的女鬼啊 你看 她飞起来 谁家的特技和威亚 能做到现在这种样子 而且现实之中 会有这么好看的女人吗 这是前朝公主的鬼魂 公主坟的传闻是真的呀 怎么回事 她难道是想杀了我 快喘不过气了 王导看着眼前的一幕 完了 这样下去 我们都要死 王导 你快想想办法 我还年轻啊 能想什么办法 你看看身后的阴风 还有这地上的沟壑 你能比这地上的石块还硬 正当我快要昏迷的时候 感觉自己往下一掉 仿佛坠入深海 她松手了 我回过神来 抓住她的手 双眼圆瞪地看着她 提醒着 她骂的 我的这场直播 你知不知道有多么重要 你倒是给我正常眼啊 女演员却一脸猛地看着我 手一松 碰 我摔落在地上 忍不住地咳了几声 心想 可恶 差点就被掐死 还专业团队呢 就是这么演戏的 正想上去理论呢 忽然想到 不行 现在可是在直播之中 我辛辛苦苦策划的直播 可不能功亏一篑 随后 我便爬了起来 继续直播 没想到 在这公主坟中 竟然真的有女鬼出没 不瞒各位 我活这么大 一直还都是单身 既然终要一死 那我想要在临死之前 做一件以前从未想过的事情 我一边整理发型 一边对着镜头说 观众朋友们 牡丹花吓死 做鬼也风流 今天 小爷我拼了 随即我趴的向前一步 面向女演员 扮的女鬼 单膝跪地 右手掏出了准备好的一个戒指 这位公主 请你放弃那千年的执念 嫁给我吧 导演团队的人 看着眼前的荧幕 惊得是目瞪口呆 我是个小主播 为了炒热度赚钱 我找了个视频团队 来坟地做直播 导演找的扮鬼的女演员没来 而我却不知道 此刻正傻傻地按照剧本 向女鬼求婚 和一个女鬼求婚 这个主播 好猛 竟然连女鬼都不愿意放过 好狠的主播 关注了 送主播个飞机 我心想 就是此刻 利用这种反差 达到今天这场直播的最高潮 额头贴伏的女鬼 一脸呆萌地看着我 嫁给你 女鬼呼得睁大眼睛 周围电闪雷鸣 一瞬间抓住我的手 凑上前来 这一幕搞得我满是疑惑 这个女演员怎么回事 为什么又不按剧本眼 按照剧本 她这时候 不应该在我的求婚公式下逃走吗 为什么 你现在才来娶我 为什么 为什么 让我等了你这么久 又是她的声 电闪雷鸣 狂风呼啸 怎么回事 这飓风和爆炸 真的是啥道具 或者机关能够做到的吗 女鬼愤怒地嘶吼 为什么 你为什么 要把我一个人 丢在了这里 所有人都被震得到处乱飞 看着女鬼后背冒出的黑影 我心里一顿卧槽 就想赶紧逃啊 不知情的网友 也发出了无数弹幕 刚刚发生了什么 你们看清了吗 怎么卡住了 喂 主播还在吗 报警吧兄弟 希望主播没事 我把腿就跑 真你马见鬼了 这肯定不是道具 能做到的 我一世英灵 不会就交代在这里了吧 我还没有赚够钱啊 还不想死啊 女鬼见我要跑 死死抓住我的手 带着哭枪 为什么 为什么要把我抛下 不要 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我脑子里不自觉地闪现出 年少时自己被父母丢下的画面 受尽欺辱 晚上裹着单薄的棉被 做梦都想着 父母接回自己 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突然一震 心想着女鬼 原来也和我一样嘛 于是转身上前 伸出手摸了摸她的头 喂 别哭了 再次拿出那个戒指给她戴上 女鬼顺势扑进了我的怀里 我在她耳边轻声说道 我回来 娶你了 又是轰的一声 我被震飞 啪地撞到地上 昏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我在一阵急切的呼唤声中醒来 看着周围的人 我摸着疼痛的脑袋询问 发生了什么 那个女鬼呢 众人面面相去 昨天那震风过后 我们都昏迷过去了 摄像小伙拿着摄像机晃了晃 我们都检查过摄像机了 可惜摄像机倒了 只能看到树叉和土坡 啥也没拍到 那震风过后 直播也中断了 我想着昨晚的女鬼 谈了谈灰尘 还发生什么 啥也没有 我应该是跟你们同时晕过去的 心想 这公主坟晚上那么吓人 白天看也很平常吗 这时 王导举着手机 对了 方宁先生 您的账号 昨天一晚上 关注增加了15万 不仅如此 光是直播收益 就有足足三万块 除去平台扣除的一万五 到手的钱 都有足足一万五千块 我将昨天的直播录像发给您 您发布以后 肯定还能积累一大批的粉丝 看着这咔咔上涨的数据 我心里乐开了 可以可以 这次的分成你放心 我会按照合同一分不少 后面咱们可以继续合作 我拍了拍导演肩膀 咱都在这里待了一宿 也都回去休息吧 好嘞 导演大手一挥 搞定 收工 我悠哉悠哉的上了楼 拿出藏在门毯下的钥匙回到家 灌了一口可乐 拿出手机看看昨晚的视频 才发上去半小时呢 观看人数就已经破十万 还有这疯涨的评论 咱这算是一炮而红 以后也是大主播了吧 说起来 我还没有问过 那家伙叫什么名字呢 奇怪 明明才刚醒 但是还是好困啊 话说我昨天向他求婚 他不会就此跟上我吧 还是别来了 我可降服不了 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而且 那种程度的怨灵 应该是地腹灵 不能随意离开的吧 我不乱的把衣服一脱 自言自语道 或许它是因为天亮了 自己钻回到坟中了吧 接下来 就想想 怎么利用这个热度 继续拍视频赚钱吧 脑袋昏昏沉沉 就这样睡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窗外月色明亮 我迷迷糊糊 想抓手机 看看现在什么时间 睡了多久 不料手机没抓到 却抓到了件衣服 睁开眼 赫然发现 那个白发贴肃的女鬼 坐在我身上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正深深地看着我 一场暗剧本直播的假求婚 没想到女鬼却当了针 还跟踪到了我家里 昨天的那场直播 整个人很是疲惫 不知道睡了多久 想抓手机看看时间 伸手却抓到一件衣服 睁开眼睛一看 女鬼正坐在我身上 看着眼前的女鬼 我一个弹跳坐起 卧槽 什么鬼 我这是还在梦中吧 一把推开女鬼 自言自语道 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没想到 我竟然有座清醒梦的一天 既然是清醒梦 那梦境应该会随着 我的意识而改变 于是我闭着眼睛 双手合十念叨 我看不见她 看不见她 看不见她 我右眼撇开一条缝像 强着望出 发现女鬼 还是呆呆地坐在那 心里就炸了 卧槽 并没有消失啊 混蛋 女鬼看着我人就一脸呆萌 可恶 难道是太疲惫了 导致无法脱离梦境 这事我突然想到 记得以前看过 如果想要查明 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就将手指头向手背掰去 如果是在做梦的话 应该能直接掰到手背上 而且并不会疼 女士 女鬼看着我的举动 很是好奇 你在 做什么 我回过神来 卧槽 这 难道不是梦 我战战兢兢地 爬到女鬼身旁 用手戳了戳了她 有触感 真不是梦 她有尸体 感觉到尸体后 我就猛逼了 瞬间弹射起来 惊恐万分 你 你怎么在这 心想 完蛋 被这只鬼跟到家里来了 今晚难道就要交代在这了吗 这时 女鬼拉住我的手轻轻说 我来 是见你 听到这话 我整个人瞬间 拾发到你当鬼 啥玩意儿 见我干啥 咱俩不熟啊 老大 此时女鬼又开口 相公 我乐个去 这是什么神鬼情节 难不成 她把我当她相公 女鬼见我没反应 呜的一声 冒着火气 站了起来质问道 难道 你忘记了吗 见此情形我打着她 那个 其实昨天晚上 我 话还没说完 女鬼便腾空而起 准备暴墓 我在一旁瑟瑟发抖 好 好好可怕呀 保命要紧 救命啊 今晚先混过去再说 于是我一个剑步 冲了上去 抓住她的手 望着她的眼睛 深情地说 当然不 呃 你叫 女鬼折指自己 降临 我挠了挠头 对 降临 女鬼瞬间就开心起来 像个孩子一般的模样 看着她的样子 悬着她心终于放下来了 偿呼了一口气 活下来 刚刚这是一言不合 就要吃了我的节奏 不过这女鬼 也太好看了一点吧 是单身太久了吗 居然会对一只女鬼 有心动的感觉 我转过身 望着女鬼咳嗽两声 故作正经地问道 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这里距离公主坟 至少有十公里吧 女鬼沉转脑袋 似乎犹豫了一下 然后说 嗯 这降临 于是乎就看到这女鬼 化身一只脸 搜狗 搜狗一下钻入我身体 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 来不及反应 刚才发发生了什么 我私下张望 确定是不见了 不然 一个蓝色虚幻的脑袋 从我胸前冒了出来 我在 你的身体里 看着这一名 吓得我大声尖叫 刷 女鬼从我身体里飞了出去 他一声落在地上 他晃晃悠悠的想要站起来 可惜踩着了裙板 又摔了下去 我望着他的模样 感觉有点可爱 而且看起来 他好像对我并没有什么敌意 于是对他说 你换一身衣服吧 穿这身衣服 行动应该很不方便吧 女鬼呆头呆脑的想了想 手指掐起指掘 放到嘴边 默默的念了 我看着眼前的景象 一脸的不可思议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法术吗 喷的一下 一个浑身不着骗人 身材完美的个女子 都现在以前 这一刻我眼睛直到 鼻血狂飙 喂 我让你换衣服 不是让你脱衣服啊 家里有个身材火辣的美女 是什么体验 当然是梦寐以求啊 可我遇到的 却是个阿彪 因为一场直播 跟着我回了家 让她换衣服 她却脱了个金光 小弟我乃正人君子 岂能被美色诱惑 于是抄起衣服扔了过去 让她换上 这鬼 怎么和电影里的不太一样 带带傻傻的 难道是在色诱我 想让我交出 二十多年的童子身 不一会儿 女鬼穿着我的衬衣 走了上来 相公 我换好了 这衣服是这么穿的吗 我回头看了一眼 顿时热血翻译 赶紧上前把扣子给她系好 休想让我 再喷鼻血 好紧拿相子 这是我的衣服啊 肯定没那么合身 你以后 就打算这样一直跟着我 真的把我当你相公了 女鬼用力地点点头 相公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 相公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听到这话 我手扶额头 这真的不是在做梦 你可是传说 中公主坟里 沉睡千年的女鬼的 看着她真诚的身材 啊呸 是表情 看了口气 那你跟我来吧 毕竟人鬼疏途 也不知道鬼会不会骗人 就想测试下看看 是不是真把我当相公 于是把她带到了洗手间 刚一进去 她就被镜子吸引 哇 这个看得好清楚 相公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你刚刚说我是你相公 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对吗 是的 相公 我邪妹一笑 这可是你说的 那现在 我要教你做的事情就是 刷牙 既然你要住在这里 每天早晚都需要刷牙 我拿起牙刀牙刷 给她做个示范 她就这么静静地看 忽然头一伸 把牙刷含在口里 然后自己刷了起来 这个动作吓了我一跳 因为那个牙刷是我的 这就是间接接吻了呀 我尼玛 跟个女鬼接吻了 随后 又学着 我刚才的动作 喝水 漱口 还俏皮地 转身问 相公 是这样的吗 看着那若隐落线 似有似无 拔出她口中的牙刷说道 以后 不准用我的牙刷 既然你要留在这里 回头就给你单独准备一套 我摸着女鬼的脑袋问她 你为什么会认准我是你相公 女鬼说不记得 只记得我是她相公 而且等了我很久 好像再找一件很重要的东西 我就觉得 果然是因为什么东西 才接近我的吧 这时女鬼又说好像是发赞 女鬼的东西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掺和进来怕是 福果难料啊 我转身 向厕所走去 让她回房间去慢慢想 来到马桶前 拖下裤子准备吁吁 感觉旁边好像有东西 低头一看 女鬼正勾勾地看着我的小弟 我一个机灵 差点呲了一手 你这是在干什么 当然是 在等相公呀 听到这话 我脑袋里 一阵乌鸦嘎嘎乱吹 于是一脚 把她给踹了出去 你给我出去等着 顺利放水的我一脸舒坦 想着这些事情 现在很难做出判断 虽然她样子还挺可爱 长得也好看 还喊我相公 但毕竟人鬼书徒物种隔离 我可不是宁采臣 许仙那样的大神 做不出那样的惊天壮举 还是想个办法 让她尽早离开比较好 回到房间 打开门 眼前的荧幕 让我瞬间识化 一个大美女 哦不 是女鬼 薄一青纱地 躺在床上 更过分的是她手 正翻看着 我隐藏的学习资料 我冲上去就走 女鬼说 这是在床底下发现的 里面的人都不穿衣服 还想和我做一样的事 在那一瞬间 我就像被开水浇过 身体是又热又红又烫 啊持住啊 我还想说 那是我买东西的时候 一个无良老头 硬赛给我的 他又指着书里的画面开口了 咦 为什么这个女孩子 要跪在他相公的面前 还要低着头呀 我的妈呀 兄弟们 这谁能顶得住啊 身材绝美的女娅飘 她在我的床上 看了我收藏多年的宅男 必备学习资料 还说要和我交流交流心底 哥们我虽然胆子大 但也不是宁采成那样的级别 一个剑步上前把书抢了过来 塞到床底下 并告诫她 以后不准乱翻东西 女鬼懦懦地答应了 正当我想问 之前在浴室里 说丢什么东西的时候 一个脑袋飞了过来 差点撞在一起 我紧张地看着她 以为是要吃了我的时候 女鬼的眼睛 却直勾勾地往下看去 她脑袋里正回味着 刚刚书上看到的画面 忽然眼光一闪 脑袋里的大灯泡 反处瞬间来电 双手朝着我的小弟弟就扑了过来 说是要按照书上的学习学习 还要脱掉我的衣服 我挣扎着 让她赶紧把书上的东西忘了 这种事情 是不能随便能做的 女鬼撅着嘴巴 只是和像工作 我谈跳着躲开 那个 姑娘我们才刚认识不久 这样不合适 强扭的瓜也不甜啊 心想 哥们我二十多年的童子生 可不能让女鬼给糟蹋了 不过她可是女鬼啊 打也打不过 跑也跑不了 要不然还是从了算了 我假正经地跟女鬼说 要不然坐下来聊点证事 女鬼居然我的一声 答应了 我心里的小九九瞬间破灭 强扭的瓜 怎么就不扭了呢 一阵失落 正当我说要怎么找八三时 女鬼惊叫一声 我知道 书上的人都没有穿衣服 脱掉衣服 应该就可以拿啥了 随即站起身来就要脱光光 我经历是蓝脸红红 看着慢慢靠近的无限诱惑 内心已经爆发了几百次世界大战 关键是 屏幕前的大家都不爱看 所以 最后只能默默地 给小弟弟说了声抱歉 随即我抄起一件外套 直接就把她给套上了 穿着不合身的衣服问道 你为啥不变一套衣服出来 女鬼说她不能凭空变东西出来 还把衣服凑到敌边闻了闻 说上面有我的味道 我赶紧阻拦道 不要乱闻 这尼玛八百年没洗的衣服 当然有我的男人味了 想到鬼一般是无法被摄像机 或是肉眼捕捉到 于是又问她 是不是真的鬼 她直接否定了 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啥 而我想的 她可能是某种执念化作的魂体 要让她快点离开 找回发单就是关键了 我抓起她的手 问她有没有想起丢的东西在哪 她满脸疑惑 然后说饿了 鬼也会饿的吗 我只好拉着她 来到了冰箱前 打开一看 里面空空如雨 只有一个大饼 也不知道鬼能不能吃 反正就只有这个 女鬼看着这大饼子 一口咬了下去 然后摇头说 这个吃不饱 望着我咕咕的吞口水 我靠 这不会是要吸我的洋气吧 女鬼转过头看了看窗外 说那边好像有好吃的 我跑到窗边闻了闻 正想问在哪里的时候 一双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然后就飘了起来 吓得我是哭爹很猛 天空中搜的一声 绿色光焰迅速消失不见 一会儿 啪哒一声 双脚落地 还没站稳 我就哇的一声吐了出来 扶着树 刚想问这里是哪里 眼睛一瞥 女鬼已经大踏步地走了进去 女鬼想要霸占我几十年的童子之身 我誓死不从 纠缠之下女鬼饿了 以为她要吸我洋气 没想到却要带我去找好吃的 由此还发现了重大商机 简直就是因祸得福啊 就在刚刚 女鬼把我像小鸡一样滴溜着 搜的一声来到了一个学校 这学校黑灯瞎火 到处弥漫着阴森恐怖的气息 我抬头一望 海园小学 这好像在哪里听到过 看着满地杂乱的桌衣板凳 顿感不妙 赶紧掏出手机一查 原来 这里是海园村 离我住的地方也不宁 而且上过新闻 说是十年前 有个开发商准备在村里建个游乐园 但后面施工的时候 工地和周边出现了很多灵异事件 最出名的就是海园小学 在教学楼里 而后过了半个月 校长又莫名地上吊了 工地也怪事连连 最终导致停工荒废了 我看着这些信息 惊得是冷汗直流 正想敲摸地拔腿跑步 女鬼却说里面有好吃的 想让我和她一起进去 我正犹豫着 她却滴溜着哈拉子 飞起来就把我往里面推 我感觉这里有点邪门 刚想劝两句 话还没说完 女鬼一个血红空洞的眼神挑了过来 吓得我连忙改口 开个玩笑 心一横 本来就有个女鬼一直跟着自己 那还怕个毛啊 大手一推 门碰地打开 里面的蜘蛛老鼠吓得刺散而逃 江离骑着我的肩膀指着五楼说 在上面 来到五楼 原来是校长办公室 她搜的一下 直接飘了进去 看见桌子上的一把梳子 她拉子躺了一地 说这个就是好吃的 我拿着梳子吹掉了上面的灰尘 满脸迷惑 还以为是什么好吃的吗 就一把梳子 也没什么特别啊 这玩意儿真的能吃吗 就是感觉有点凉凉的 就想着之前的坟头求婚热度还没下来 那就接着再来一波 主打探险灵异事件 有江离这女鬼做帮手 那还不是手道擒来 绝对爆火呀 心动不如行动 说干就干 于是把手机丢给江离 让她好好拍 拍好了就奖励带她去吃好吃的 这个小小的好吃鬼 听到有好吃的 尽高兴的原地蹦圈 我随后又嘱咐了几句 江离就把手机悬在空中 对准我 正式开始了我们的挣钱大吉 随着直播间里人员的涌入 都想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也想知道 那就和我一样 尽待下回呗 女鬼江离带我找好吃的 结果来到了诡异的海员小学 在校长办公室 她吸了一把梳子的魂令后 说没吃饱 要我和她继续找好吃的 于是我们开启了新一轮的探险直播 我对着镜头介绍 这里是海员小学 是四十年前上员基金会捐赠而修建 十年前的少女神秘失踪案 开启了这里的诡异传说 从那时开始 每年都会有离奇的案件 与意外发生 一直到三年前 这里的人全部都搬走 那么这所谓灵异事件 到底是人为还是巧 还是说真的有鬼怪作所 我带大家一探究竟 正当我激情刺涉 唾沫横飞的时候 背后的梳子 慢慢地散发出了气息 嗖的一下 飘了起来 江丽看到后瞪大眼睛 嘴巴不自觉地又流起了哈拉 但还是呼呼地摇了摇脑地 说不能吃 要把视频拍好 对于正在发生的这些 我没有一点感觉 还一本正经地继续对着镜头 介绍那些灵异的事情 十年前那个凭空消失 后面又突然出现了女孩尸体 正是出现在这个校长办公室的门口 而后校长就在这间办公室上吊了 所以说这里应该就是传说的源头 就在刚刚我来到这里的时候 发现了一把只有女孩子才会用的梳子 就是这把 我顺势就要去把刚才的梳子拿过来展示 结果却拿了个空 转过头就看见 梳子就像蔡依林一样 在空中旋转跳跃步行线 看到这一幕 还以为是江丽为了节目效果搞的小动作 可下一秒 一只黑手 啪的一下抓住了我 看到江丽并没有什么动作 我转过头 一双黑洞洞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一瞬间我就万马奔逃 冷汗直流 下一刻 一个单手锁后 直接把我给举了起来 搞得我全身无法动弹 因为是背对着江丽 他完全看不到我现在正被挽灭 所以这家伙正对着屏幕 傻傻地看着我的背影 溜着哈拉子想着视频拍好了有好吃的 还真是个好吃鬼啊 正当我用尽全力喊出救命的时候 手上的佛珠金光一闪 一股金光瞬间燃遍全身 掐着我的女鬼随即一惊 想要跑路 我一把把她给掐住 拉了回来 正当这女鬼一步为啥我能掐得住她时 这个女鬼因为打不过我就要以身相许 还说只要我放过她 让她做什么都可以 哥们心想还有这好事 正要把持不住的时候 后背竞生出一股凉气 原来是那只称呼我为相同的女鬼江丽 她正死死地盯着我 眼冒红光 我瞬间反应过来冷汗直流 你把女鬼也要吃醋的吗 我抓着面前女鬼的手大声喝倒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竟敢诱惑我 女鬼也是一阵 这大半夜的哪里来的光天化日 我再次对着她就是一顿正义的输出 只因脑补了江丽拿着小皮鞭 把我绑起来狠狠鞭挞的场景 可女鬼却再次带着哭腔 阴阴阴的凑了上来 下一秒 一股阴冷的气息笼罩了我的面门 我顿感不妙 中计了 女鬼大笑着推开我 说靠近我是为了吸我的魂力 而后翻身就朝我发起了攻击 因为躲避不及 我被干倒在地 爬起来后 背上却流下了几道鲜红的血 女鬼以为吸了魂力比刚才强 就再次对我发起了攻击 胳膜我因为有法力加持 左闪右闪毫不费力的全部躲开 女鬼一阵错误 感觉自己被羞辱了 于是朝着我想要奋力一躲 结果下一秒 啪了一声 一个清脆的耳光狠狠地扇在她的脸上 女鬼直接就给干蒙了 刚想反击 我好奇她的脑袋就是框框一顿乱砸 同时我嘴里还不停地念头 整天就知道打打杀杀 一点都不乖 小爷我今天就是来收拾你们这些邪魔鬼怪 要让正道的光照耀在这阳光的大壁上 女鬼被揍得魂力到处乱飞 江离直接就给吸了 大口大口地吞着说好吃 小嘴一歪 脸上近是满足 当我低了起女鬼要问些事情的时候 女鬼却汪汪大哭 像个小孩一样 还说我欺负她 女鬼坐在地上 身体越哭越小 最后竟变成了个小女孩 我看着眼前的小女孩 感觉有点眼熟想到了什么 下意识地问她是不是怜香 就是那个海园小学失踪挂掉的女孩 女孩没想到我认识她感到很诧异 我感忙扶起她 想问下十年前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女孩却哭着说是有人逼迫她的 我感忙安慰她说可以帮她 就在此是疯的一声 一个声音传来 一道近风直接把怜香给吸走了 我伸手去拉 结果一道黑气喷涌而出 一个带着黑气的巨大怪物冒出来 伸出大手就要把我给拍在地板上 千军一发之际 江离闪身挡在我前面 黑气和绿光直接撞出一道气场 瞬间就把我给弹飞了 江离看着我被弹飞 以为我受伤就要过来查看 下一秒 因为分析她也被振飞了